房市焦点 房市前景不明 建商兴建速度放缓 另任部的资料显示了 上半年全台开工量大约是52,712宅 回到疫情前2019年时的水准 新北市开工量更是年减了7成 专家解释主要是当时面临到 平均地权条例通过的原因 目前在银行现代风暴的来袭之下 提醒消费者该注意的是 建商品牌实力强弱 这是比房价更要紧的事情 新兴案掀起房市热潮 看屋买屋的人很多 但建商开工量却反而放缓脚步 统计上半年全台开工量52,712宅 回到疫情前的2019年水准 新北市上半年开工量3,575宅 年减幅高达71% 开工量创下2009年新低 台南也腰斩仅3,259户 台中也减少22% 主要是因为去年下半年 7月有这个连军地权条例的修法通过 所以建商对未来的房市前景 较为的悲观 去年其实有不少的答案 都在这个新北市的第一环 建商忙于这个销售余屋的情况之下 就不急于开工 其实开工量反映的是 半年前到9个月前的新案市场状况 台北市成长26%最多 主因是新案以都更围绕为主 若胜利整合多会及时开工 虽然开工量属于落后指标 但面对银行的现代风暴 延后开工反而是见小确幸 虽然新开工量大减 不过新案市场本来是以这个预售为主 也就是先售后见 所以开工量的延期 其实也是可以让现在的消费者 稍稍避过这一波现代的风潮 银行房贷满水位让城污市场碍身一片 但是预售市场却不甩政策黑天鹅 以往被视为房市淡季的七八月暑期推案量 北台湾来到2762.9亿元创下统计记录新高 年增50.1% 主要还是台北的表现 因为其实台北市这一次推案的量体 大概就占了所有北台湾的四成之多 现在银行放贷满水位的状况 相对比较影响城污市场 所以其实预售市场来说的话 建商大致上都按照这个安排好的时程 来去做推案 928档期或许都预期 仍然是一个走强 甚至创新高的态势 专家认为928档期能否延续强强棍的买气 9月央行的李建市会议是一大变数 后续仍有待观察 记者唐嘉宜方绍晨台北采访报道